机油的确是很多4S店的收入来源之一 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 换油的频率是否真的需要那么频繁 那么5000公里换机油到底是科学依据 还是4S店的说辞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汽车为什么要换机油 机油的主要作用是润滑 它可以在引擎的金属部件表面形成油膜 但使用时间一长就产生金属性 即燃烧后的污染物 最后变成油泥及沉积 如果机油成黑色稀薄并含有各种异物的话 就会不润滑不防锈不防腐 甚至粘温性变差 最后导致引擎零件受损 我们首先来看看 3万公里没有换机油的引擎内部是什么样子 那么正常换机油的同一部引擎内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上面的说法没错 但有一些网友认为5000公里太短 主要的理由大概是两个 第一网友也许会懂车并看油 他的车跑到了1万公里还没有问题 第二网友听到国外的情况 1万5000公里才换一次油 所以他认为国内的4S店又在骗中国人的钱 其实机油的状况最少要考虑入下四点 车种使用状态 气候油质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换油的频率 这些逻辑复杂的专业人士也很难判断 5000公里换油的统一说法 也许能最方便也最安全 我们也不能全怪4S店了